我們昨天新確診的病例有25521個人 那比起前一天是 是差不多 那但是比起上一週的話 那稍微還是低了 上一週的禮拜三 還是稍微低了一點點 所以說整體目前還是成一個 緩慢下降的一個趨勢 那境外移入的病例的部分有171位 那死亡的個案的部分 有28個 那也是跟我們整體的大趨勢一樣 境外移入的病例還是蠻多的 那死亡的個案的病例數的話 還是在持續的下降當中 今日公佈的中重症個案數值154例 其中中症110 中症44例 死亡個案28例 這個是我們5月15號以來 算是比較低的一次 那這個 年齡是從90多歲到30多歲 30多歲這位本身是有 癌症的病史 那在7月11號的時候 是有篩檢確診PCR陽性 不過後續不先因為這個癌症的一些 病發的一些問題過世 那這個 因為死亡診斷書兩種疾病都有記載 我們就把他也是算入我們的這個 染疫相關的一個死亡 那另外有三位兒童的重症 都是密西西的個案 那目前我們兒童重症累積的個案數是 增加3位123位 那總計的死亡人數是25位 另外也想問一下有其他的醫師 他跟秀希老師看法不同 他認為說BA.5可能會帶出每日新增4 5萬例這樣的高峰 那到時候就會讓Omicron的累積死亡人數 達到1萬2千人 想問覺得中心有預估Omicron死亡數會破萬嗎 謝謝 好 我想這個就是大家的預估的差距 有比較樂觀的 有比較悲觀的 那可能他根據的模型不同 做出來結果也不一樣 那我想大致上我們現在認為就是應該是 在8月 如果這個有BA.5的這個疫情應該會在8月 中下旬開始 這個 那至於說因為 這個規模還有就是這個 持續的時間會有多久 這個目前是還比較難估計 因為國際的疫情也都還在發展當中 那我們除了收集這個國際的資料以外 也在監測我們國內社區的BA.5 那他的這個感染的狀況或流行的狀況 那這些我們會持續的去收集 那再做這個進一步的評估